各位觀眾平安 歡迎收看TBS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集 加入我們討論最新話題的來賓 第一位是野藕政治學博士 郭正亮亮哥 大家好平安 還有市議員洪漢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家媒體人陳輝文 洪文哥 大家好平安 今天演習第二天 但是在立法院仍然在繼續進行對峙 一早除了要搶進場 還有女立委打成一團 這是直接揮拳的 綠白這次互控施暴 先來看看現場的畫面 我想我們之後大約 可能是為了怕模仿是不是 所以還把他定格抽離掉 也就是說他直接出拳 互相在推打的情況下有踢腳 甚至我還看到說 另外有個截圖 是直接對著肝臟打下去的一拳 那一恐怕也還滿致命 讓他很疼痛 一度就哭得 在現場就哭了好幾次 那不只是他們 現在當然整個過程 今天早上是女立委的衝突 先前中嘉賓這種暴摔 直接跳到一場上 一場台上 再掉到地上這種所謂的武術 讓大家覺得當立委好危險 身體要練好 所以館長就來個教學 政治學武術 來看看怎麼回事 既然現在政治也要先有功夫才行 他的標題叫做政治功夫 要看到這些立法委員們 在立法委員的狀況 有些人覺得天哪也太亂太煩了 但其實更有生命安全了嗎 吳士尤喊 先出手的是麥玉珍 怕人 怕救人 這個話聽起來 這不是我們常常在講的嗎 而王定女則是說 林淑芬自衛反擊 天哪跟第一天 中嘉賓這樣暴摔陳清輝的時候 他不是也是這樣說的嗎 這怎麼個 說是陳清輝把他推下去的 看這樣的畫面 到底怎麼把他推下去 而且男女生的力氣不對等 怎麼推 怎麼個有辦法自衛法 但現在仍然是麥玉珍 還是要用什麼人家腳踢 才會有自衛的反擊 哇 都是同樣的畫素 同樣是怕人 怕救人到底是誰呢 那當然林淑芬 這一個很有名的漢將嗎 怎麼說民主女權 抗中保台是三建築的民進黨三保 那DPP真的是臥虎藏龍 民主鐵拳 台灣價值拳 因為民進黨不會知道 林淑芬是什麼人 過去2002年厲害了 林淑芬曾經 因為要上養的大道陽明山 那天管制 結果原警跟他取締說 不好意思你沒有辦法上去 結果想不到 林淑芬搖下車窗痛罵對方 然後罵原警之外 最後還呼籲跟外界說 他是被警方施暴跑去報警 還過肩摔等等 一直亮自己議員的身份 結果把他過肩摔 搞了半天最後原警出示了 這個身份 這個錄影的畫面 因為當時林淑芬在警察局 叫囂很兇 原警出示的錄影畫面才證實 根本沒有什麼過肩摔 結果他自導自演 就是這樣的林淑芬委員嗎 所以民進黨的政治操作 被說是激怒的韓國瑜是嗎 因為這個 繼續柯建民在一場 他們用亂的用吵的 韓國瑜說 請你們黨團安靜一下 看看這段畫面 歷來院會的主席軍才 當方面贊成這方式呈現表決結果 已完成該次的表決 因此 本席採用舉手表決之方式時 一 尋例表 那你就請你黨團安靜一下嘛 要不要我從頭到尾再念一遍 大家拜託 你沒有意見 等我宣 宣告完 大家再來表達意見嘛 你這樣連柯總召都聽不見 就是干擾意識嘛 那民進黨的自己提案 自己反對嘛 就是這樣子程序不停的干擾 那現在韓國瑜更是成為民進黨的攻擊目標 比方說蔡里昌就說啦 韓國瑜成為三分中院長 成為典型的韓三分什麼就被討論就沒收 事實上是在這種政黨協商或者是議程裡頭 一直被打斷 沒有辦法持續進行 激進黨更直接跳出來 又來了又是這個黑韓供應鏈的其中議員 跳出來說什麼你曾經在市場陣內沒收質詢 時間到又準時下班等等的 那問題是現在呢 是你們的這個議事程序倒過來講 那當然這個陳其邁過去跟他的互動 被說哎呀又要搶吃狗糧了嗎 等等各種的酸民的對他的取笑 嘲諷也就又回來了 韓國瑜是不是一樣印起來了呢 包括了有立委民進黨 拿走了六張表決卡 這是偷走人家的卡 這真的是幼稚又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要求繳回 還有立委員有這個議員 就是遭衝突的時候 這個女立委把他報警除息 這件事情不讓他往前進 還勒出了瘀青 其實今天一早就聽到有支持者說 他到立法院去跟院長什麼支持打氣的時候 他就掀開衣服給這鄉親們 高雄鄉親看說 他裡面還包了個傷痕 瘀青之外還有挫傷 柯詩人說傷口比想像中的還要大 所以韓國瑜現在成為攻擊的主目標之外 還有陰謀論 立刻所謂理應外合這種認知作戰 又點了韓國瑜跟傅崑奇當主角 這個是民進黨這兩天連續 包括側翼跟立委們都在打的這個原紅兵 那用日本的一個媒體主管的這個文章 再來做轉貼 趕過半天就說原來習近平 是只是要佔領台灣立法院 那無論如何大家一看都不太想看下去 原因是因為第一個時間點 PO文那個時間 基本上韓國瑜那時候也還沒有 可以當院長 還有所有的內容跟主張的用字潛詞 都不會是大陸的用語 但現在他們講得很言之錯錯 覺得韓國瑜現在顯然就跟 中國大陸是唱雙簧 在恐嚇台灣 然後在掌握立法院嗎 但是所有倒過來講的 把是非黑白顛倒來講的 真的大家會分不清楚真相嗎 亮哥 保樂園紅兵就是造假專家 2009他出版一本書 在台灣開新書發表會 台灣大劫難 然後預言2012年台灣就完蛋了 然後裡面的幾乎都是假的 而且主角是誰 是新潮流 是啊 收買了新潮流 他還說中共收買了新潮流 去利用新潮流的金主 影響新潮流 他還造了一個假公文 這種人完全沒有公信力的人 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把他當寶貝 你就知道民進黨的政策水平 這應該是文宣部去搞 網路部去搞 結果你是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當寶貝 民進黨的墮落 墮落 我看過民進黨好幾個政策會執行長 從來沒有看過王毅川 這麼墮落的 政策會執行長就要根據 你要研究政策 來辯論 比如說聽證法哪裡不對 你拿美國的版本來對 對不對 美國的聽證法我講白了 對邀請的社會代表 如果有偽政還有刑責 我們這一次 事實上只針對官員 而且只有罰錢 請問哪一個嚴重 這個只要研究 美國的聽證都知道的程序 李華益川會不知道 民進黨的立委會不知道 所以我說你們是民主白痴 有什麼不對 所以很奇怪 那個制度都擺在那裡 你把美國歐洲國家的制度 拿出來比 哪一個國家沒有聽證這個程序 對人事 那個國會 如果沒有陳耀祥沒有吳釗瀉 會有藐視國會 人家會有這個起心動念嗎 你為什麼不去反省 為什麼你會出現吳釗瀉這種官員 會出現陳耀祥這種官員 囂張成這樣 哪一個國家有這種官員啊 部長耶 怎麼去回嗆立委的質詢啊 這麼沒水準 這種水準的政黨還好意思批評別人耶 我是認為立法院真的要建立一些制度 維持秩序的 比如說我們看林淑芬跟邁玉珍 發生這個戶毆的事件 那就用錄影帶定格播放 看誰先出手 這個我們以前羽球協會 就是這樣來斷定啊 就球到底有沒有出界啊 這個很容易的 他們連陳經惠那個都可以說是被推下去了 那就定格來弄嘛 定格來弄嘛 陳經惠那個也是一樣 民進黨在那邊胡扯說 陳經惠拉中嘉賓 黑的說成白的 他為什麼會拉中嘉賓 因為中嘉賓的腳給他踩在議事人員的桌上 他沒有辦法記錄啊 所以陳經惠要把你拉開嘛 那你就說是陳經惠故意拉中嘉賓 推倒下去的 你把他拜託 中嘉賓多重啊 中嘉賓幾公斤啊 陳經惠幾公斤啊 所以我說這種東西責任撇清 那第一個我們乾脆來成立一個立法院的真相 調查委員會 不是啊 因為立法院也有紀律委員會嘛 那紀律委員會 總要針對這種事件來做個投票吧 比如說郭國雯現在送紀律委員會 我們就要看這個案子怎麼發展 他去衝撞這個周恩來 議事人員 議事長人家年紀那麼大 這個我覺得送紀律委員會是一定的 因為院長當然要保護自己的 議事人員嘛 可是如果是立委護歐 那我們就讓真相來判斷嘛 那另外我覺得韓國瑜真的是建立了一些 維持秩序的方法 比如說你剛剛提到說 有摩立委偷走了人家的表決卡 這種就給他公告啊 給他公告啊 上網啊 讓全台灣都知道 誰在偷表決卡 好誇張 對不對 那另外比如說 從休息室走到主席台 這一段路 那有人就警報著他 我坦白講 王金平從來沒有碰過這種立委 那為什麼韓國瑜會碰到這種立委 所以我講白了是不是 民進黨的立委是不是素質下降 為什麼以前王金平 沒有發生這種事呢 那我覺得韓國瑜講得對啊 從休息室到主席台 如果有立委來組閣 那他應該用警察權 我覺得他要適當的來用警察權啊 要建立立法院的規矩 我講白了啦 每個人都在那邊 說什麼西方民主不是這樣 我讓我舉美國的例子啦 美國的議長若你鬧場 他甚至可以規定 你一個禮拜不能進議場 直接就生效啦 我跟你講還有更嚴重的呢 還有嚴重到他 說你一年內不能夠進議場 所以我說如果台灣的 那個民主都是這樣啊 只有那邊鬧 像我剛剛問了現場的國民黨立委 他說現在還有多少條 31條 我不知道要搞到民國幾年啊 67條 現在還有31條 重複清點人數 重複的 平均一條要表決八次嘛 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一個 立法院的程序 賴清德還在那邊說 台灣民主世界之光啊 這是光你的屁股啦 光 我這一天只要碰到委員 然後現在韓國瑜 現在也受傷了嘛 問到碰到委員 幾乎每個人身上都有各式 各樣大小的傷 現在在立法院是怎樣 這個不是議事規則 也不是民主程序 就是比利器 比拳頭 打來打去 這樣就誰贏嗎 漢婷啊 我先講一下就是那個 袁紅斌還有一些更加可笑的事情 就這一次由什麼王毅川 石板鳴夫 然後援引這個流亡海外的反中人士 揭露一份所謂大陸的機密文件 這裡面講的完全與事實不符 為什麼呢 因為文件當中講 1月27號 習近平就下令 趕快抓住韓國瑜跟傅坤奇 1月27號之前 根本韓國瑜會不會當到院長 不知道 傅坤奇會不會當到總召 也不知道 大陸怎麼可能未卜先知呢 再來裡面的用字潛詞也不對 據這個所謂的反中人士說 裡面留的機密文件 叫做控制台灣立法院 大陸的文件不可能寫台灣立法院 它一定是寫台當局立法機構 或台灣立法機構 再來第三個最誇張的 他們說大陸已經把這份文件 發給全中國各個省市自治區的 政協 請問一下 政協有管這件事情嗎 你覺得黑龍江政協要管台灣嗎 西藏政協 然後或者是一些藏族自治區 政協要管台灣嗎 所以完全大錯特錯 再來 剛才亮哥講這個袁弘斌 過去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再補充一下 就這個說書人 這個小說家 請看 他2009年的時候 就是發表了這個所謂 台灣大解難新書發表會 它裡面除了說2012年要實現統一之外 裡面還揭露 2016年之前 中國大陸會扶植台灣社會民主黨 台灣社會民主黨 這不就是范雲的政黨嗎 所以如果袁弘斌這個人 講的話可信的話 最應該要被抓起來 最應該要被調查的 是社會民主黨的范雲跟苗伯雅 你們的名字一樣 政黨名字一樣 連成立時間都一樣 人家還是在2009年 就已經事前預言了 所以最後問題的應該是他 檢調單位應該趕快去 把他抓過來約談 請問一下到底這所謂的機密文件 從何而來呢 好 那當然未來 如果真的我們的國會調查權通過的話 像這樣有事關重大協議 當然是可以請過來 到底你所謂的中共機密是從何而來 講的真的假的 這些才是大家應該更要關注的東西 再來立法院當中 這個所謂林淑芬跟蔓鈺 這個現場其實 偶有推擠 那大概還可以各說各話 或者可以在立法委員彼此容忍範圍之內 可是像掐脖子 或者很明顯 林淑芬她是右勾權 右勾權 這就是明顯的暴力行為 是為大家所不能夠容忍 但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什麼 因為畫面當中 其實這不見得能夠播放得完整 NCC會管 其實是林淑芬 林淑芬先推了之後 蔓鈺芬轉身回來 波動到了 然後林淑芬才右勾權下來 她完全是先動手 第二個就是 在事後有開記者會 那麼邁玉珍跟民眾黨就在講說自己發生什麼 邁玉珍一個人講發生什麼事情 林淑芬跟著洪生漢 馬上衝到她的旁邊 然後佔據了她記者會的舞台 直接在旁邊大小聲 這是流氓叫囂行徑吧 因為理論上立法院門口就是那個受訪的地方 記者一次當然就只訪問你一個人 通常就算你們有意見相對 但是訪問A的時候 B是不會上來的 尊重吧 尊重 彼此尊重 可是民進黨就是採取這種鬧場的形式 而且看得出來 因為麥委員她是新住民 她的這個表達語言 絕對沒有林淑芬來得流暢 所以林淑芬就針對著這一點 就搶在她的面前 誇誇其談 然後惡人先告狀 就欺負人 她打人 她先打人 很明顯就是欺負人 而且加著一個洪生漢 就別人民眾黨只有一個挨打的麥玉珍 你這邊跑來一個打人的 再加上一個很壯的洪生漢 所以擺明了就是幫派作風 霍永哥現在立法院這幾天下來 國際上看到的台灣 民眾看到台灣 國會到底在幹嘛 這是賴清德的國會 這個不是賴清德的國會 因為賴清德是總統 國會不給他管 這是今天早上立法院的空景 休息之間 我們的立法院這樣花花綠綠這樣 貼成這樣子的 這韓院長有辦法處理 韓院長是沒有辦法處理的 這個亮哥當過十年的立委 我們的立法院 已經亂了幾十年 從以前王金平的時代 就一路的亂 一路的爛 韓院長才當幾個月而已 所以我不會去苛求說 韓院長你要怎麼去處理這些乘科 以前韓國瑜在當立委的時候 他還跳上去打人 所以韓院長也很難去 我要告訴國民黨在主席台旁邊 保護韓國瑜的人 你們早就應該撤了 你們就讓韓國瑜被打 你們怎麼連這個都不懂 民進黨你幹嘛保護韓國瑜 韓國瑜他今天他是立法院長 如果民進黨蠢到說 要衝上主席台 把韓國瑜推走 把韓國瑜打 這種暴力行為我們當然是反對 但是民進黨如果你敢這麼做的話 韓國瑜未來的政治前途 馬上就加分了 拜託你們笨一點 拜託你們民進黨再粗魯一點 好 所以剛剛兩位前輩提到說 民眾黨跟民進黨的立委在推打那些 其實我是看得很無奈 因為觀眾朋友 我們要去把這些東西釐清楚 當立法院的這個院內 院內是這樣子 然後院外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們國家是沒什麼前途的 外面大家這樣炒成這樣子 然後裡面這樣子花花綠綠 然後推來推去什麼的 這到底在幹嘛 然後這個就是賴總統他要的 賴總統他就是要炒 他就是愛亂 所以待會兒我們第二段 會告訴大家說 民進黨現在是中央跟地方 立法院是場內跟場外 理應外合 這是賴總統要的 我跟大家做個我的結論 這是日本的特收部 這個牧村拓栽有演過這個日劇 這真的 他們叫特別搜查部 然後我們就去抄他們 我們改名叫做特徵組 我們特徵組就是Copy日本的特收部 但是這個話無不成反類權 德國有聯邦的憲法法院 因為我們現在的司法院長 他是劉德的 所以我們就去抄人家 我們改名叫憲法法庭 法院比較大 我們叫憲法法庭 這個美國的聽證權跟調查權 我們這怎麼抄的 我們現在國民黨跟這個民眾黨的版本 就是去抄美國的 這個亮哥有講過 我們就是抄美國的 美國不是民進黨的爸爸嗎 抄民進黨爸爸的版本 民進黨為什麼反對 民進黨連自己的條文都反對 對 很奇怪 我們抄日本的特收部 我們抄德國的憲法法院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聽證權 調查權抄美國的 而且我們的版本亮哥很清楚 我們的版本跟美國比 我們的法則那個還比較輕 所以說也很多 美國多嚴 這樣到底是有什麼 那如果有什麼不對 有什麼不好 那民主的程序什麼 就是說這個藍白的版本 如果通過之後 我們一定會有表決 表決之後說法庵庭贊成 下次選舉我們不要投法庵庭 對不對 我們下次立委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針對哪些立委的 投票什麼的 我們民主有這個補救 有這個糾正的時間 我們下次選舉不要投他們 下次民進黨把立法院 搶回來的時候 多數的時候 就把這些罪改回來 改回來的時候 那就再給你玩四年 然後四年改選之後 我們民主的規則 應該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說你找了幾千人 幾萬人到立法院外面 然後我就得聽你的 沒有這回事的 十年前的大腸花是錯的 我們不能一錯再錯 你叫做拌手叫去皮 冰斗讓你投票 民主程序都不用進行 還要炒多久 今天還要拭目以待 不知道會議會開到幾點鐘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